还要请教老师 首先要先来请教一下 昨天看到说在美国公布了CPI 其实这次的数据还是高于市场预期的 可是很奇怪是这次市场却没有比较大的反应 大家可能还是很期待说 在这个今年连准会有降息 所以昨天看到说美股市大指数收红 那么S&P500指数还创新高 而且在这个领头的科技股 包括在这个辉达AMD等等都还是上涨 包括台积电ADR还有像是联电预约光 还有鸿海的ADR也都大涨 这个部分老师怎么来看待 现阶段的这个数据的通膨数据的这个指示 其实我觉得通膨的状况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趋势性的概念 讲到通膨通膨的计算是什么 其实是年帧率的概念 所以我们大家回想一下过往的状况 真的比较严重的问题 是不是从俄乌战争那时候开始 那你说这个因素 油价等等的因素 一路堆叠上来 这个通膨 那当然包含美国 实际的状况是说 包含工资也是大幅的上涨 所以那时候讲什么薪资通膨螺旋 这样一个概念 OK 那后来到了近期 大概近一两两三季吧 大概是这样 近两三季整个我们讲 那个核心通膨的那个factor 那个因素来看的话 真正影响最大的大概是落在房租 那在房租的部分 房价的部分 那房应该说房租的部分 OK 那房租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如果我的贷款变多了 如果我的贷款压力变大了 我是房东的话 那我要做的第一个选择是什么 我想如果我们设身足利 想第一个选择 当然就是干嘛 挡房租嘛 所以过去的住房成本 在通膨里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所以简单讲 这个东西 房价是受到利率的影响 那如果此时此刻 我们在当然升息就不可能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先不要太担心 以现在通膨的状况 即使压不住 也不可能再升息 我觉得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这里先不用紧张 那再来就是说 什么时候要开始降息 其实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那你说当然全球的格局来看的话 应该还是以科技股 因为辉达过去这段时间 像坐飞机一样 坐直升机一样 一路飙 那这段时间涨这么多之后 其实包含黄文勋也出来讲说 其实有人问他 我记得是有个论坛里面 有人在问他说 如果别人开发数比较便宜 这晶片怎么样 等等等等 他就非常有自信的 说就算别人是零成本的晶片 我觉得我们还是会赢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还真的是满有霸气的 对自己的产品 确实有一定的信心 不过就目前的状况来看 我觉得他这样讲 好像也没有什么 说真的太over 客观讲是这样 所以简单说 回到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 这个AI的格局 AI的浪潮 其实我前两天写一篇文章 那时候用个松阪大福的一句话 那时候 松阪大福刚去挑战大联盟的时候 他说我相信我可以 然后投完机场之后 他说我现在从相信变成确信 是这样一个概念 为什么呢 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因为上礼拜 其实我也跟一个朋友 也是科技大厂的 国际科技大厂的朋友在聊天 然后就聊到AI这个 其实我们都觉得 AI这个影响 可能会出乎我们想象的快 而且对人类 可能会有一些天翻地覆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整个产业面 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问题可能会落在哪里 我觉得是落在一个评价面 就是现在台股 其实这段时间 确实也是涨了非常多 那一涨这么多 到了2万 说真的就是有什么 静观情缺的概念 因为你说年前 我们封关是 18096 就等于是18000点 那到现在2万了 已经涨2000点了 对不对 你说涨到这么多 真的大家会还是拼命追吗 还是说2万上不去 开始又开始到货了 其实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很高 就像上一次挑战2万的时候 我记得是半个小时跌了270点 那今天也是 今天又是再度挑战2万 结果也是马上杀下来 但是你看今天来跟上次比的话 好像真的也是 第一个 今天的高点也过了前高 然后今天的拉回 幅度也小于上次的拉回 所以其实到2万点这里 是不是大家的心理的状态 其实又相对的 好像比上一次更冷静一点 上次很怕 哇对2万站不上就开始到 但是今天2万站不上之后 倒一倒 好像又开始有点质稳的感觉 所以客观来讲 我的结论还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今年的2万点 绝对不会是高点 绝对不会是高点 我认为都还有机会再过 OK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些 个股的 我们再讲一下贵买好了 贵买其实在 那个挑战2万之后 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震荡 但是我们那时候提醒大家 我们大概抓的位置 大概抓246 就点数到246的位置 那看起来刚好这246的位置 也是靠近月线 所以这边其实我看起来都是守住的 那间虽然也是留一个上影线 然后收黑K 但是目前为止 月线都还是守住的 所以先不用太紧张 就指数的格局来看的话 OK那接下来我们看个股 在我们讲话的过程中间 2317的鸿海 又继续攻了 红海真的 忽然变那么强 让大家很不习惯 但是客观来讲 我们从 年后的状况 台积电领攻 台积电休息的时候 联发科接棒 联发科接棒之后 联发科以前是老三 联发科这段前涨上来 联发科变老二了 我们讲四子 那老三红海就开始追赶了 所以我觉得 状况看起来 看起来好像还是维持一个强势的格局 因为其实这一段我觉得 以鸿海的话 观察点大概落在113的位置 113能继续守住 我觉得都是维持强势 OK所以老大老二老三 轮流在发动 然后其他的部分 应该这么说 过去的状况 在那个 因为鸿海其实也是代工 对不对 EMS的部分 过去在伺服器的行情的时候 广达伪创技家都涨半天 但是鸿海就不动 但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鸿海在伺服器的市占率 其实全球大概是三成 所以算是老大 龙头大哥 为什么他股价都动不了 那当然去年有没有选举的因素 政治因素 这个铃铛别论 但是OK 也许还有什么电动车的问题 对不对 那电动车这一块的发展 好像一直都是 没有很明确的一个进展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市场 比较疑虑的问题 但是OK 就回到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逻辑 制服器这一块广达伪创 看起来表现都不错 而且股价已经都反映了 但是鸿海都还没有反映 然后在全职股里面 它也还没反映 所以说接下来它扛住 整个台股的那个 多头气势的可能性高不高 我觉得还是有的 OK 那另外我们再往下看 其实之前我们在讲 那个封测的时候 封测的族群拉回来 我觉得它筹码并没有转弱 所以我认为还是可以持续注意 特别之前我们又特别提到了 像6239的历程 历程今天还是持续创高 还是维持一个强势的格局 那时候为什么我们会特别提历程 因为历程它本身是 比较记忆体相关的 那你说记忆体的封测 等于是什么 类似什么 锡光子 等等 一直整合的题材 我觉得这一部分 大概都会持续 在接下来的科技的进展上面 持续有做一些延伸 所以你看像历程 它的股东 除了Kingston 还有包含那个什么 凯夏 凯夏 这个大家可能没那么熟悉 其实就是Toshiba 前身就是Toshiba OK 所以你看它的格局还是非常强 那你说包含像金元店 这一波也是拉回 但是我觉得好像拉回等指纹 是不是都有下一波的机会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注意的部分 然后再来 其他相对比较疲弱的 我觉得像创意 像IP的这一组 包含3661是新KY 那创意之前 我们主观来看的话 之前我说年限 可能是注意一下 有没有机会反弹 就年限来了一次两次 来到第三次的时候 还是扛不住了 但是确实上一次还是到了年限就反弹 但是到了半年限 马上遇到压力就下来 那这一次就连年限都守不住 继续往下破 所以这一组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这个地方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他们大概算是有点领头羊的角色 因为贵嘛 而且在AI的题材下面 其实他们理论上会是一个 比较受贿的个股 但是却遇到近期的筹码 一直到一直到 不过当然呢 我觉得那个有看我们解盘的同学 大概也是会比较幸运 因为在世新KY 我们在2月16号那天 我就说 其实适时应该要出场 做一个获利调节的动作 然后其实到了2月27号 我们又说这里又是买回 就没两天 第三天又创高 创高那天我们又说 创高马上拉回 这一天也是一个卖点 结果你看 从那天讲完是不是一路 每天黑K 现在连几黑了 2 4 6 8 连8黑了 所以这一组你说包含像6643的M31 前面涨多 马上拉回两根跌停 两根跌停之后 好像前几天有要止吻的感觉 就今天又再往下破 所以客观来讲 这一组包含3035的资源 好像都要注意一下 所以这边什么时候 能够再做一个止跌的动作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那另外在电子族群里面 近期比较强的算是在散热的族群 那散热族群今天也是 盘众也是再创新高 结果马上又拉回 所以看起来 这个到目前为止 走到2万点 那现在的那个个股的这种走势 我觉得有一个状况 就是让我会觉得 是不是投资风格 是有一点要转变的一个迹象 意思就是说强的股票 那当然过去一两个礼拜 我们持续跟大家讲的 分享的就是说短线 你要应该怎么样 逢高去做一个获利了结 或者是获利调节的动作 那当然如果大家有运用的话 那应该就OK 就是在高档都可以相对的 做一个先获利了结的动作 那回头再来思考 要把全部做一个出厂 清仓出厂的动作 还是说再来做买回 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 操作策略的问题 OK所以 回到那个散热族群 这个双红到目前为止 还是维持 我觉得相对强势 因为这边往下测了之后 目前还是守住平盘的位阶 那里面尼德克超纵 我早上还是一字档停 都是持续锁住的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 像22亿的渐准 其实也是跌破了 之前的那个平台的位置 然后包含像高利 高利今天 昨天也是创高拉回 今天也是黑K 所以这一组可能要稍微休息一下 这是目前高档的个股 我觉得特别要提醒大家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 包含像昨天大家很关心 有同学在私底下问我 像那个2383的台光电 其实台光电这个走势的格局 其实也是很单纯了 前面在创高之后 2月16号 2月16号创高之后 接下来拉回整理要挑战 都已经高不过前高了 后面在2月26号 还有一个高点 然后到了那个3月7号 还挑战一个高点 但是你看都完全没有办法 突破550的高点了 后面的这一段时间 其实将近整理 横盘整理了一个月 但是你看在那个3月8号 一根长黑K又灌破了月线 然后接下来隔天 要挑战月线上不去 到了昨天今天 就是连续的两根大黑K 今天还杀到跌停板 还跌停锁住 所以说这种状况就是什么 高档有一个做头的迹象 跌破头部整理区的时候 其实真的第一个不要犹豫 不要犹豫 就是你这个时候 去做一个出场的动作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说 那个会不会假跌破 真的假跌破站上来 你要买再买回来 如果真跌破 像真跌破 昨天是不是就一根跌停 今天再送你一根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逢高的时候 大家就要更有警觉性 更有警觉性 这操作上面 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但是当然我们再往后看 所谓的投资风格转变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其实近期我们发觉 有很多低基期的个股 好像偷偷就有反应 像上礼拜五 我们在讲了什么 2308的台大电 跟2301的光宝科 其实你看这两天 虽然没有说涨到翻天 但是你看 从上礼拜五到现在 其实都是维持一个 相对强势的整理的格局 而且毕竟人家这么大的股票 你要要求他 忽然就暴涨 这当然就不可能 也不用想太多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 低基期的个股 当然包含刚刚讲到鸿海 也是一个概念 我们到鸿海这边 我们过去在介绍的时候 我们就说 我觉得105以下 大概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因为我们预期 预期的 今年如果是刘洋伟总长的话 我大概还是会 从前年的5块2 去年的5块3 我觉得今年的状况 特别是毛利率 是有所提升的 有足迹提升的 这也符合他过去宣示的战略 这种状况 如果是他 我想势必一定是配5块3以上 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算的话 其实昨天的价格来算 应该是有4.5%的殖利率 所以殖利率还是维持一个 不错的格局 那事实上 如果大家有回忆的话 那时候跌破94块 忽然就灌破百元 跌到94块 之后那一段时间 大家可以注意那个筹码 那时候我就说 外资再砍 砍不下去了 我觉得反而是买点 对不对 所以从那时候的 点位上来看的话 你看如果96块 到现在123 对不对 那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这个是一个低基期 或者是高殖利率的概念 那接下来当然近几天 最重要的话题 当然就是EDF的成分股 那这个地方 我们过去 也是跟大家推荐的 像2404的汉塘 今天被抓起来关 今天我跟朋友在聊 也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像汉塘 奇怪了 存股居然会被抓起来关 这也是蛮有梗的 不过近期确实是涨蛮多的 然后昨天挑战400块的关卡 今天顺势占上400块 就稍微回测一下 测到400块的低点 马上又上去 那现在又大涨了5% 又再涨了20块 所以这个地方也只能说 恭喜大家了 那其他的部分呢 包含什么 6121的新浦 我看那个汉塘关了之后 搞不好新浦也要步入他的后城 因为这些大概都是过往 所谓的高值率的ETF的成分股 所以近期确实看起来 投信也都是持续的站在买方 所以像这种个股 当然你说现在这么高了 要追吗 我觉得倒是不必了 但是如果你有的话 也不用急着出 大家就是看整个后续的状况 那其他的部分 我们涨低低期 有没有一些还没飙涨的 我觉得可以注意一下 譬如说像2327的国具 其实国具大概也很久一段时间 没有人在提醒它 因为过去 其实我们大概是从哪里 去年的10月 没记错的话 差不多 9月10月的时候 为什么那时候我们会注意它 因为那时候外资就是持续 一路买一路买一路买 到了近期 到了近期的这段时间 其实外资已经到很久了 到货 大概从大概1月 大概今年的1月开始 基本上外资就一直 一直站在卖房 所以外资其实也没有卖在高点 但是可以注意到 最近几天的状况 外资第一个卖 到了最近几天 从3月6号开始 好像就回头又站在买房了 包含投信 也是回头站在买房 虽然买的不多 但是你看 第一个我们常讲 我们在关注筹码 跟股价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会注意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当法人一直在到货 但是股价却没有相对应的反应 就是意思就是到不下去了 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是不是有机会做一个反转的动作 特别是连法人也开始回头买钞 所以这个地方从技术棉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从2月29号 一根红可以站上月线之后 挑战季线上不去 再回这再跌破月线 到了3月6号又再度站回 再度站回到月线之上 这个地方月线又开始翻扬 昨天又默默的又站回到了季线之上 所以这也符合我们之前讲的 技术棉常用的一个招 就是月线翻扬山上季线 这是不是一个买点 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注意 这个是被动元件的部分 因为为什么 被动元件这一块 其实在整个产业的角度 就是你要制成商品 就是还是一定要被动元件 甚至包含连什么 连成熟制成 成熟制成最近好像也有点要底部 有点要主底的感觉 像特别是连电 最近投信持续的大买 最近股价表现也不错 世界先进昨天还拉涨停 真的有点夸张 但是你看 这一组都涨的话 那就代表什么 其实电子股还没完 所以你说回头可以去注意2327 是不是一个合理的逻辑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往这种角度去思考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